智慧城市、智能家居、信息高速、远程医疗 5G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的新基建这一概念 5G作为新基建之首被不断提及 5G新技术不但引起对未来场景的无数构想 其所产生的新发展变化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新告诉记者 发展5G经济要抓住加强技术业态和消费终端的有效衔接的关键节点 由于消费者对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需求日益旺盛 特别是疫情期间 人们将生活消费的需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各类在线服务、线上消费成了许多人新的生活方式 疫情大流行之后 那么我们怎么来千方百计的来扩大我们国内的消费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互联网的平台 通过5G整个一个技术 工业进的整个互联网的技术 那么应该说这个是我们的这种技术平台 跟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终端 能够有机的一个结合起来 连接起来、联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进一步 使我们这些技术业态 跟我们的消费终端 能够进一步的有效的衔接起来 低功耗、广覆盖、低延时、高可靠 实现万物互联的5G魅力出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李秋认为 在医疗领域 智慧医院成了医院发展的大趋势 通过互联网医院模式和远程医疗 可以更好的优化医疗服务水平 我们把处方开出以后 能够在他当地给他配送药物的话 就更方便了我们的病人 同时我们的病人 或者是叫什么呢 线上线下一条线 与我们当地的医生 来对病人进行诊疗 专家在远程 当地的医生帮我们进行体检 进行一些相关的 一些简单的检查以后 来进行病人的诊疗 这更方便了病人的情况 所以这些也是希望 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话能够实现 任何一项技术 无论未来应用场景如何发展 底层构建是必然且先行的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表示 投资5G首先要确立中长线思维 基站作为5G行业的底层设施 可以被定位为新基建的基础之基础 他预计到2020年底 所有运营商将总共在建 大约100万台5G基站 从目前的进度看 距离全面覆盖满足大家的需求 还需要5至8年的时间 那么去年我们主要是建了十几万台 今年加大力度整个运营商加起来可能接近100万台 那么按照这个进度来讲 可能覆盖大家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我们大城市深度覆盖 那么我们350个地市是重点场景覆盖 我们主要的企业都能进行无缝的接入 大概需要5到8年 但是最近随着5G新基建的新起 可能这个节奏还会进一步的加速 关于民众所关心的5G资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洁表示 随着5G时代的到来 资费模式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资费我想在5G时代也会改变过去 单一的以语音的时长流量的多少这样的模式 我想有一点可以明确 就是5G的如果按流量单价 应该会越来越便宜 对于社会上关于5G信号辐射 对人体危害大的疑虑 张云勇在受访时表示 与4G时代采用的红基站不同 5G时代最大的发展变化 就是采用了大量的微基站 功率更小 5G不但没有太多的辐射 而且非常绿色和环保 大家敞开用 希望大家来创新 也包容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 真正的享受到5G带来的全新的一个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